年轻人他从国会议员连任失败之后呢 要扭转形象 那接下来会如何呢 大家来这个追剧吧 刚才他也介绍了《极限逃生》这部电影 这电影我看的时候真的是从头笑到尾 好 今天是这个韩国专家的专辑 首先呢 这一段为各位介绍的在现场的是 台湾智库的国际事务部的主任董思琦 郭姐好 大家好 应该用韩语说早安 她是奥巴 另外在现场为各位介绍的是佩芬 郭姐好 大家好 佩芬今天一方面她也是 当然大家知道她是民进党所提名的 大安区的台北的立法委员的年轻的候选人 现在民进党很恐怖啊 他们都退出了年轻世代在那边 踢管所有的这个选民 他们自己的抉择跟智商 但是今天呢佩芬还有一个角色 请佩芬自我介绍吧 是 郭姐今天其实我是想要来推广民主外交官 人人都可以当外交官 什么意思啊 你们现在有一个叫做台湾民主观光列车的启动 要招募一百位青年做民主外交官 是的 是的 没有错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外交部 不是外交部对不起 交通部的林家董林部长的这一个发起之下 他发起的一个活动 是真的叫做火车啊 是真的叫做火车 这叫做台湾民主观光列车 而且很重要一点是他现在要搭上的这班火车 就是最近很夯的一台火车 叫李山2.0 是 是个动物列车 那这个动物列车其实就是代表台湾的多元 然后还有台湾生态者永续 它其实跟民主的价值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们租了这台火车 然后到时候呢 在今年的9月30号到10月2号之间呢 其实大概有一百多位的外宾 会来台湾来参加一个国际的活动 叫做全球之间民主论坛 那这些来的外宾呢 我们就招待他们上这个火车之外呢 我们希望能够招募到一百位的这个民主外交官 台湾的18到235岁的青年 来上车来跟他们来分享台湾的一些有趣的东西 不是说列车那个 列车长那个T or Coffee 不只是这样子 那当然啦T or Coffee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在疑问 就是说民主能不能当饭吃 那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 民主不只能当饭吃 民主还可以用来好好玩 民主可以来好吃好玩 然后台湾的民主成就成果成就呢 是非常值得去推广和观光媒体 所以这个有一百位来宾吗 还是超过一百位 来宾我的意思 外宾 外宾 外宾有参加讨论的外宾 因为我们国家邦交那么少 那到底我们来什么来宾啊 那这些民众呢 其实他们也是这个主要是NGO的团体啦 那但是是在各国倡议 然后去推动民主价值 那特别他们着重的一点是直接民主 那所以他们来台湾呢 事实上是去参加一个全球直接民主论坛的会议 那这个会议去年 都是年轻人吗 也不是年轻人 但是就是对于民主 所以全球直接民主会议的来宾要来 然后我们要请这个列车清善大使 佩芬来带领这一百个台湾的年轻的 民主外交官一起跟他们这个 互动 互动 然后就坐这辆观光列车 去观光全台湾 的站点 那我们大概 从哪里出发 台北出发 9月30号早上8点 会有一个记者会在台北车站 这个观光列车是平常正常的班次吗 还是特别班次 应该是这样讲 这样的民主列车 其实是林嘉宏部长的一个起心动念之下 它发起了 那以后我们都可以去搭民主列车吗 那当然现在这个列车的话 我们是用租的方式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的列车 但我们努力的 希望它以后变成常态性 你说有动物 它不会是有石虎的那个 不是石虎那个 不是石虎那个 对 那但是里山列车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列车 这叫什么里山列车 里山 里山生态列车 里山生态列车 对对对 它是什么样的车厢 那它的车厢 其实基本上它是八节的 然后是我们一般的通勤的电车 它是新型的 然后它上面有很多的 这个动物生态的彩绘 那这样的话是 透过这个列车 可以让大家很直觉的了解到 所以你们去租了 这个你们办这个活动 去租了这个列车 对 然后请这个年轻的青年外交官 跟这些来宾互动 对 好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刚刚说九早上几点 八点的时候有这个记者会 然后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会到万华 然后万华当然会去龙山寺附近看看 然后大家去 坐着这个观光列车 大家一起去旅游台湾 对 然后停留点万华 桃园 新竹 台中 第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从台中 嘉义 台南 高雄 再回到台中 那我们每一个站点的话 大概都会停留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半小时之间 然后就带大家过去 两天的火车的行程 然后第三天是在台中当地 因为那个会议在台中举办 就让他们来了 然后 那现在招募的情况怎样 那我们现在呢 好了 你不要讲了 要这些配分讲好了 对 而且人家做过外交官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要找配分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是非常适合代言我们 你们是不是一个 你们自己民进党的一个宣传行程 这个竞选行程 小心国民党骂你们 那这个要赶快讲一下 当然赶快要问 民间团体所办的活动 而且跟政党无关 你们有没有问 拿到国家预算 没有没有没有 跟大港开张一样 到时候会被插水表 当然是没有 因为做这个活动 我们非常注意到一点 是我们要去找 大家就是对民主很关心 那 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找一找 邀请大家 邀很多人来的时候 后来发现 会比较偏向某个党派 所以没有办法 民主观光列车 民主还是 这个建议案是加龙提出的 是的 所以交通部就有一个 民主观光列车 没有没有交通部没有 它是发起人 然后发起之后 由民间的组织团体 台湾之库 还有这个光合机 所以以后很多人 都可以有民主观光列车 那当然是可以这样子住 跟台铁租 对 所以我们是租了这台列车 而且这个 租这个列车之后 那我们就是专 专门就是搭 让这些乘客上来之后 看台湾的各地的 这些亲善的 这个民主外交官年轻人 现在已经在网路上招募了 对不对 是的 佩芬 已经开始招募了 已经招募多少人了 要付钱给他们吗 大概是70人 70人左右了 已经有70人了 对那其实 不是我们付钱给他们 是他们要付钱 去参加这个活动 可是人家到观光车上 要去陪 做导游啊 做这个 陪玩耍 应该是这样讲 它是有一点像是 这个营队的形式 OK 那但是呢 其实它活动的内容设计 是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在列车上面 还准备了剧团 让他们上车来 做这一个表演 那条件呢 你说怎么样的条件 参加的条件 你说你年龄要35岁以下 18到35岁 具有民主价值 能够宣扬台湾的民主成果的 然后 你这条件太抽象了吧 笑死人 什么具有民主价值 太意思形态了 然后他还发誓 哇 支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吗 太可救了 其实这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到 哪个人在台湾 不支持民主价值 笑死人 有一些人 他们打着民主的民意 但是他不见得支持的是 真的 所以如果是清党的人 来你们就不要吗 有政党过滤吗 我们应该 我们没有政党的过滤 但是 我们招募过来的时候 其实主要是让他们看到 台湾各地的民主的成果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定要邀配分来代表的原因 我觉得你们很热情 可是这个民主这两个字 有点好笑 我觉得不要民主 因为台湾很热情 就好了 但是民主还是台湾对 台湾哪里不民主 台湾很民主 我先挑战你们一下 到时候你们到时候会被骂 我跟你讲 可是很重要的一点是 这是你们台湾智库办的吗 台湾对 台湾很民主 台湾很民主 对不对 统思琴好可怜 不会不会 台湾很民主 但是重点是什么 好啦 你们这是竞选活动 里面有几个候选人 我们没有 除了协配分之外 有没有别的候选人 应该是这样讲 人家会说 我先讲完 这民进党搞的民主列车 林家龙配合 这钱是谁花的 就查一下 法院下入会期马上开始了 你们小心一点 那我这边呼吁一下 先看民进党能不能 资助一下我们 因为我们办这个活动 办得很辛苦 那你干脆就说民进党 可能也是没有啊 那你去跟罗恩嘉算账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情形动念 真的很简单 就是要让外宾 因为他们来到台湾 很难得来 所以台湾民主列车 应该去看那个 景美的那个 那个刑场啊 或是看什么 但是因为他们 最终是要到台中 而且你们还要到高雄去 就恐怖来 不会啊 高雄可以去到 美丽岛站啊 那边有很多故事啊 我还以为你们要去 看韩国一照 那这也是很重要啊 这也是会牵涉到 为什么 台湾的民主最终场 就是高雄政党伦地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可以让外宾看到的 我们变成反宣传 不会不会不会 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要让外宾知道 台湾的民主的状况 是怎么样 因为大家不晓得嘛 18岁到35岁 必然已经失去了 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您是贵宾 会坐在贵宾座 你不知道 现在四五年级生 就是韩粉的集结吗 所以我们就 你们应该把韩粉抓来 才对 但我们希望让他看到 就是台湾年轻人的想法 OK 让他们了解台湾的状况 青年 民主外交官 民主外交官 18岁到35岁 不分性别 对 当然 性别有比例吗 性别没有比例 一定女的来得多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台湾男生就是 条件差吗 这没有办法 那我带台湾的男性朋友 跟各位说声抱歉 民主外交官有什么条件 他长得像谢佩芬这样 清秀 然后有两个花 哈佛学位 他会讲英文 应该这样讲 请佩芬来 是因为佩芬有很丰富的 实质的外交的经验 所以他有很多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曾经在 你在土阿鲁 土阿鲁助理合作的代表 国家快给我们带你交流 我们进短广告 民主外交官 民主观光列车 嘉年华会 这样比较好玩 是 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们有选举的意图 他其实真的是没有 我刚刚引述这一段 是国民党候选 是 这没有问题 那我们也欢迎他们来论述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欢迎国民党候选人来 但国民党候选人 现在 有最年轻的几岁 呃 配分二十九岁 我三二 三十二 完蛋了 你本来年纪很小 被赖品鱼一比就 是啊 已经变成那个 姐姐了 拉年纪了 对啊 好 立刻回来 让赖品鱼来一下 我想 大家会选吧 哈哈 进广告 他们的这个 台湾民主观光列车 呃 现在正在 还在招募当中 其实已经要停下了 因为接下来 接下来 下下离开 因为九月三十号 就要开始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开启典礼 谁主持 呃 这个我们还在邀请 这个 持续的邀请 这个贵宾中了 他不敢讲 我不敢马上讲说 他话里面有 民主民进党主席 我告诉你 谁赞助就谁开启 如果那个国民党愿意赞助的话 就国民党主席来开启嘛 对不对 就商业的啊 自助性行销 我们进广告 哈哈哈哈 但这中间真的 这中间都是没有那个政党线 就是反过来是 当然故意 我们是走 刚好支持的都是 某个政党 没有 支持的都变成这样 你那一看就知道很恐怖谁开启 哈哈哈哈 可是那个时候起心动力的时候 还真的选举人开始啊 那时候选举还没有这样 对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哈哈 不会啊 可是 coco姐完全就是问到重点 当然啊 coco姐是政治贪念 是啊是啊 我不一定要问你们 对我反过来想 就是说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那我要 如果要邀这一个 应该各个政党都要啊 可是问题是他们讲的民主的故事 好像反民主的部分会比较多啊 对你的意思形态啊 人家的民主 人家会觉得人家有民主 你看你们就是 就是在不同的统文层里面 他们会觉得 蒋经国开放党庆啊 蒋经国开放报庆啊 然后那个蒋家政权 那个蒋总裁 那个 解放了台湾啊 你们本来被日本殖民啊 我帮你那个拿回来 对啊 所以 真的要用反面的来送 我觉得那样的辩论是很好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你看我都可以说双面人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后来会需要做转型正义的缘故吗 转型正义就要讨论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发现转型正义没办法讨论啊 那没办法讨论的原因 也是因为特定的政党 就台湾有很多的故事 但是 像我去 我跟那个民党人讲过 台湾没有一个民主发展的故事馆 对 艾尔兰有 艾尔兰有 他在中央公园对面有一个民间的火机座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导游 其实我也没有透过任何人安排 就是一个观光客的什么安排 我也许他妈来一个导游 就跟导游讲一个人讲的很棒的 艾尔兰我也是讲英文的 艾尔兰是讲英文的 他的路标有英文跟他们当地的 然后呢他就带我看了半地 其实我本来是要去看那个乌兔的那个 艾尔兰的那边也有一份乌兔嘛 对对对 那有很多种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记得 艾尔兰的独立的过程 就跟台湾想要的独立过程很像 很像 对对对对 对不对 而且就是同文同种 然后去独立 是是是是 他好回来还有跟民进党的会长的那些大老男子 民进党 鸡子切割 你也不理我 他们都不努力做这些事 他们因为民间发动的啦 所以他们主要还是民间的力量去注入 他民党也有民间力量 对 反正智库就没做 应该是 其实我们做这些东西很辛苦啊 这个经费主要来源还是智库跟基金会 然后就申请民主基金会的补助 对 那就这样子 你们注意小心啊 因为智库跟那个谁有关 跟佳隆有关嘛 对不对 对啊 可是因为他发起嘛 那我先帮你们都猜猜 现在智库董事长是他 智库董事长现在是那个 吴隆毅董事长 我知道啊 那一定会笑你们 不也好啦 这样的话随随分会被注意的 清战大使那天要穿什么衣服 穿秋毫还是 有没有什么建议 穿秋毫啊 比基尼 像土挖鲁 像土挖鲁的那个 我真的蛮有梗的啊 那国家是哪些国家呢 欧洲的 欧洲的人非常多 因为这个全球时间边 民主论坛瑞士那边发起的 那我去年在罗马参加的时候 那你基本盘是英文嘛 对不对 我们全部都用英文 然后所以来的年轻人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就是希望是能够多少英文 对对对 那一定就变成台大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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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是没有 这倒是没有 真的吗 真的没有 像我以前读政大 也没有办法去参加什么国际会 不被排斥 哈哈 没有没有 是怕你门蜜太强 我这个最后也是去了哈佛啊 怕你门蜜太强 不是有一些学位 哎呀 我的学姐 你的program 比较厉害 配分告诉我们 你要怎么做这个清善大使 我们要哈佛女孩们来对谈 你应该做一个 你应该穿一个那个 手工版的那个旗袍 和电影匠 就是不管用纸做的 或是用什么做的 然后现代版的 那蛮好玩的 啊 好去找找看 不晓得你们的人生气 好这个 台湾民主观光列车 9月30号早上要从台北车站启动 是的 然后有哈这个外宾要来参加台湾 要来参加一个民主论坛吗 全球之间民主论坛的活动 全球之间 然后这个在台湾谁主办啊 这是台湾智库主办 不是 那个论坛是去年林家庞部长还在林家庞 在台中市长的任内的时候 成功争取到了一个国际活动 哦哦那是国际活动 所以在台中举办 对 啊卢秀燕要去吗现在 呃 我 你讲那么小声好可怜啊 哈哈哈 不管了不管了 他当然是 当然是会去办这个活动啊 好所以这些人呢 都来参加 然后呢现在呢 呃这个呃 交往部的台铁呢 他们就有一个计划就是 这商业活动 这不是台铁的计划 是我们去申请 然后就是说看我们租用列车 台湾民主观光 然后租了一台列车之后 然后 有合理规定吗 当然是这样子 它叫民主观光列车 我们用它的那个车 但是我们把它自己命名为 民主观光列车 哦你们会在上面重新骑 不会 不会 对我们在上面会做一些 对外型上面还是那一个动物列车 但我们做了一些这个装饰品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要推广的三个价值啊 自由多元跟永续 好所以这个 今天主目的是谢佩芬要这个 这个招 就是招来一些年轻人来参加嘛 对不对 是 谢佩芬要告诉大家 怎么做一个外交官呢 人家在联合国做过外交官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两天呢 之旅可以从你身上得到非常多的学习的机会 你不要太客气啊 交流啦交流交流 对对对对 那可可姐其实我觉得 现在这个台湾民主观光列车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尤其重要 嗯 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天 索罗门跟台湾断了绑角 对啊 那今天又有新闻说 欸基里巴斯好像也有危险 土阿鲁总理不是那个坏人吗 对啊就是清台的那一位总理 我问了我的前同事就是我的老板啊 他是说他有相信台湾跟土阿鲁之间的友谊 是非常稳固的 我也是这么相信的 断就断吧 还什么基里基斯都断 中共决定在1月11号以前 把我们所有邦交国都吃光光 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有点险峻啦 清新像是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 台湾的民主价值跟中国的那种集权啊威权 其实差很多的 你不要讲道理 你跟我们讲说那天你会做什么事情 好没问题 这两天你要干嘛 你要把这100个年轻的民主外交官 让他们在两天当中 得到哪些学习成长跟洗礼的机会呢 那首先这样子 希望我们台湾这一边的民主外交官 能够向我们的外国的访客 介绍台湾 那介绍台湾的民主 介绍台湾的美食 介绍台湾的观光景点 就是一切的 那要集训呢 今天已经20号啦 欸对啊对啊 所以可是我们挑来的民主的外交官 其实都已经对于台湾 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 哦哦哦哦哦 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就是我们挑来的志工啦 这一些父亲来参加的 他们会讲龙山 他们会讲龙山寺介绍 讲英文嘛对不对 对 OK好 可能英文会讲的比台语好的 我昨天在台语 公式台语台 就是讲的破破烂烂的英文 用英文讲的 然后他们就会 台语 在不同的车厢里面 是 那青山大使 只有你一个吗 那我们目前呢 是先请这个佩芬当行像大使啦 那因为他有很多比较特殊的一些经验啦 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他个人的特质 当然是年轻 嗯 然后还有很多的丰富的国际经验 那他现在在做的呃 推广的一些东西 其实也很符合我们这些价值 那当然 宜农啦 像这个厚姐也认识的吴宜农 那他也是很支持我们的活动 嗯 所以我们其实在 所以你们启动那一天会把所有的 帅哥美女都放到火车站吗 哦我希望啊 但是 但是大家很忙啊 但是大家很忙啊 从奈品玉开始哈 最小的 27岁啊 28岁啊 30岁到这个 32岁到39岁 39岁是正义能嘛 对不对 然后再上去就算了 因为阮昭雄48岁 哈哈 没有没有大家都很年轻了 心态上都非常年轻 OK好 然后呢 那这些民主 嗯 这个外交官 嗯 他们来申请的时候要有绘画 英文绘画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这倒是没有 而且就算是英文没有那么的好 我们还是会有人来 在旁边来帮助协助的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请佩芬来的原因 有像空中小姐一样 或是列车长一样 这个有身高限制吗 嗯 身高三维体重 没有没有没有 OK好 我觉得每一个台湾人 其实都可以代表台湾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招募了七十几位了 对 还剩三十个名额 呃 剩下不到三十个名额吧 那可是呃 其实人数 小心等一下韩粉都来了呢 那个国民党啊都这个啊 这个啊 趁机啊 对 其实我们已经在做收尾的工作 今天其实本来 今天就已经要把它结束掉了 多少钱呢一个人要付 十秒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 啊 对 他是有一个这个营队的形式啊 那目前是两千多 两千多 两千多块还可以坐观光列车 还可以住宿 对不对 是啊是啊 对啊 其实很划算耶 对啊 对啊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呛新闻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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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